请您订阅关注一下,帮忙点个赞,感谢您的支持。 《世外桃源》是尼古拉斯·凯奇主演的一部新片,上映于2024年4月。 这些年来,尼古拉斯·凯奇为了还债, 揭了很多烂戏,被称之为烂片之王。 但去年他主演的吸血鬼题材的雷尔菲尔德在德古拉这个角色上塑造得非常好, 以为他能够慢慢翻身,没想到今年上映的这部《世外桃源》又让我失望了一把。 电影一开始营造了一个末世氛围,保罗从荒芜的城市逃进深山老林里, 在一个荒屋子里捡到两个婴儿,然后镜头一带而过,来到15年后。 两个儿子长大成人,父子三人依然生活在荒郊野外, 每天晚出早归,把房子建设得牢不可破,像是在防止什么东西入侵。 随着年龄成长,两个孩子逐渐进入叛逆期,小矛盾不断, 保罗担任着一个合格的父亲的角色,教出他们做人的道理以及各项生存技能。 每到夜里就有怪物过来偷袭,他们凭借着坚固的防御, 抵御者外来入侵。 这一天,父亲派两个儿子去河边打捞建材,准备修补房子。 但大哥托马斯为了去附近的农场见暗脸已久的女孩子, 让弟弟约瑟夫独自一个人去干活。 到了傍晚,托马斯等了很久,也不见约瑟夫回来,只好先匆匆回家。 保罗听完小儿子的叙述后,决定出去迎接大儿子。 一番寻找,发现托马斯掉进了一个山缝里。 此时怪物来袭,他们躲进山洞,赋予顽抗,才保住一条性命。 但保罗却不幸深受重伤。 为了给保罗治病,托马斯决定向玫瑰农场求救, 希望他们能够施舍一些药品。 但农场的人却百万推脱,见死不救,只答应让托马斯留下来。 趁人不备时,托马斯偷偷溜进库房,想偷一些药品,结果被夏洛特发现。 好在这个女孩子心里善良,取出药品送给了她。 但是此举被夏洛特的父亲知晓了, 不但把药品抢了回去,还把她绑了起来,准备处以急刑。 就在此时,怪物前来偷袭,将玫瑰农场彻底摧毁。 所有人不是丧生在怪兽的袭击下,就是葬身在活海里。 只有托马斯和夏洛特侥幸逃走。 两人返回到家里,给保罗喂下了药物, 但怪兽四处打洞,破坏了这栋房子的结构, 而三个年轻人根本抵抗不住这波攻击。 关键时刻,重病的保罗牺牲了自己, 给三人争取到宝贵的撤退时间。 最后,托马斯三人炸掉了房子,驾驶着汽车逃走,摆脱掉怪兽的追捕。 等待三人的是寻找一个新的家园。 整部电影的情节非常简单,剧情平淡无奇,缺乏令人眼前一亮的惊喜元素。 几乎是凯西近年来所参演的电影的一个缩影。 我甚至都没明白他想突出表达的是什么。 父子之情,兄弟之情,又或者是爱情, 似乎都有,却没有一个表达到位。 最后是影片中的怪兽形象。 体型与成年人相仿,属于群居生物。 脑袋有点像马,捕猎的时候脖子还能够打开, 伸出一个花朵样的东西。 最奇葩的是快速张合的嘴巴, 敲的牙关咔咔作响, 以此来击碎咬中的猎物。 这种设计虽然比较猎奇, 但十分不靠谱。 牙齿虽然是很多野兽和怪物的利器, 但主要是靠尖锐的切割能力和巨大的撕扯能力。 我比较喜欢魔怪类的电影, 但也深无痛觉一些粗质烂造的怪兽形象。 很多地方可以夸张, 但基本上应该贴合生物进化的规律。 而这个怪物的设计实在是有点出圈。 还有这种怪物追捕时的行走方式, 居然是集体全成一个圈, 以滚动的方式前行, 速度远低于个体独自奔跑。 我特想问一句, 如果遇到了上坡路怎么办? 实在想不通, 某些导演和编剧的脑袋到底是怎么长的? 最后麻烦你订阅关注一下, 帮忙点个赞, 我是小本, 下个视频再见。